都已经念到最高学府台大的硕士竟然还做出顺手牵羊的事情 有一名台大的黄姓硕士生因为在便利商店的餐桌区呢 发现了一台全新的笔记型电脑 于是趁主人不在的时候就把笔电给偷走了 事后呢发现警方调阅了监视器 他自己很害怕犯行会曝光 才假装他是识货了笔电去报案 不过这场自导自研的戏码当然还是被警方给试破了 走进便利商店新增的餐桌区 让人吃东西休息都变得更方便 但一名台大的黄姓硕士生就在便利商店 看见没人使用的笔电起了歹念下手偷窃 当时这名台大黄姓硕士生跟朋友就在三明路上 这间便利商店准备结账走人 发现餐桌区有台无人使用的笔电 于是拿了就走 事后黄姓硕士生发现警方获报追查 于是谎称自己捡到笔电要报案 但警方透过监视器才发现黄姓硕士生根本就是窃贼 秀出证物当场让他哑口无言 复首认罪 我们就知道他有人偷走 我们后来有警察来问我那个什么照片什么之类的 偷了桌上的笔电就走就是 对就是桌上的笔电 便到台大硕士却做出顺手牵羊的事 不但让学校跟着蒙羞也让自己留下污点 和视频相接有紀念 比这是娱 比这个厨姓 中文字经网 buゴゴシ 比这个厨姓